辰職 多謝主席 剛才,再一次感謝大家給予的意見 我會,就像我第一節講 我們會整理大家的意見之後 將來,我們會用書面去重演 透過法輪委會 在第一節有一些和二次創作的回應,我不在此重複 有一兩點,或者我想講清楚一下 曾經有一些論者提到分享的背景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法例的時候 一定要理解到現在的網民在日常的情況下 會否我們做了一些不經意地收集了他們的自由空間 提到所謂的分享,我想在這點裡講一講 我們都有小心去平衡這個事情 在上一陣子我們跟網民談的時候 他們也有提到分享的情況,是挺普遍的 我也想在這點機會跟網民說 其實現在他們在做的分享動作 例如分享超連結等等 這些他們日常常做的事情 在將來的新法例改善之後 都沒有認測的 請大家留意的條文 就是現在我們去針對那些 都是一些我們叫做指作用者 將那些侵權民放在網上 我們要理解的是 現在一般我們看到的分享的作為 其實那個分享的人 其實是完全沒有辦法控制 某一個超連結裡面的內容 我們現在的法例寫得很清楚 如果這個人沒有辦法控制 改善那些內容的話 他基本上就不是在做一個 我們叫做向公眾傳播的動作 所以那個刑責根本是不會 那個問題不會存在的 讓大家放心 另外,剛才律師會都有提到 就是為何不引入法定的賠償 其實我們對上一次的徵詢意見 我們都表達了他們的立場 其實我們都有看過其他海外地方的做法 但是我們覺得如果要在香港引入這個法定的賠償 其實首先它對我們整個法律來說 其實是一個先例來的 我們在其他類型的情況下都沒有這個 還有我們也考慮到基本上那個版權作品 很多種認識 如果要綁住法庭的手 就說只要是侵權 一定要罰某一個數字 我們覺得它有它不妥當的地方 我們就覺得與其做這一套 我們就想另外一套 因為我們相信 為何他們提出這個 或者權力人為何提出這個意見 要有所謂法定的賠償 基本上就是在網絡世界裏 我們要證明一個損失的時候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法例裏 與其做一個法定賠償 我們就希望可以多引入一些因素 給法庭的考慮 就是最後那個額外的賠償 這個在法律內我們也有處理到 那些細節我不再講了 這是一個短的回應 因為剛才也有很多代表 所謂惡搞或者二次創作 在這條法例裏 可能會受到 所謂自由創作的權利被剝奪 我想即使你第一次也有做過回應 但是因為不同的團體在說 我想你作一個簡單的複術 都是有必要的 好的 多謝主席 請給我一點時間 或者我再重複一次 做這個法例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那個法例 其實已經經過了好幾次的咨詢 其實在開宗明義的時候 我們第一天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已經很清楚知道 我們要在那個版權廠裡 做一個大的手術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小心 有幾樣東西我們一定要平衡 我們先前也說過 我們要平衡的 其實也包括 保障網上的資訊流通 如何確保香港 作為一個互聯網的一個服務書 能夠繼續發展下去 保障市印等等 這些價值觀 我們都很重視 回到我們做了幾次的咨詢之後 網民的其中一個很大的憂慮 很清楚就是他們擔心 那個營網 令到他們會有寒蟬效應 即是他們都不清楚 究竟是否跌入營網上 於是他們就會 他們的自由會受到限制 就這一點我想再重新強調 法例現在最主要的改動 其實就是 將我們的法例 原先的一個做法 和科技掛勾這個做法 改了做一個科技中立的做法 為什麼這樣做 我們詳細解釋 我們不要在這裡重複 但是我們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都明白 我們要小心 就要讓大家明白 我們這個改動 其實沒有改動 那個刑責的範圍 或者在這裡我再重申一次 就是 假設今天我們提的法案是過了之後 將來 若然某一個人 他沒有版權 擁有人的授權 將人家的版權作品 透過任何電子方式 向公眾發放 這個動作本身是一個侵犯動作 就會招致民事的責任 大家可能會問 在什麼情況之下會有一個刑事責任呢 有兩種情況之下 這個動作就會跌到營網上 一 如果這個是一個樓利的 這個不是大家的關注 第二 如果這件事情 這個行為 是達到損害 擁有人權利的程度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它是可以跌到營網上 我想強調 這個 我剛才說的那個門檻 其實今天的法例已經有了 而且這個門檻 也不是香港版的法例獨有 如果大家看回英國 澳洲等等的法例 他們都有同樣一個門檻 同樣 他們在他們的法例裡 都引入了 好幾年前 全部的權利 亦都有一個跟我們一樣的門檻 是一個相應的刑責 我重複就是 他們都有一個刑責 就是 如果你做一些事情 哪管你不是牟利 但是如果你做到 損害 版權有人權利的程度的話 這個也有機會是 掉到一個刑責 的營網裏面 我們都知道 網民主要關心是什麼 因為他們不斷地說 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應該是不會去牟利的 他們很可能都是 基本上是 扶持自閉 損失感情 等等這些事情 於是 他們很擔心 所謂達到損害 版權有人權利的程度 這個概念 是否會令到他們 很容易地掉到營網呢 我們回去再看 我們亦都有看外國的法例 有同樣刑責的地方 比如英國 澳洲等等 他們有沒有嘗試 去釐清這個概念 在他們的法律裡 我們找不到 我認為他們基本上 都是靠他們的法庭 那些案例去處理 這件事 但是為了 我們聽了網民意見 為了網民安心 我們在這次修訂的條例裡面 特別就是 就著所謂達到損害 版權有人權利的程度 這個概念 我們花了時間 看了一些案例 包括香港自己的案例 就出了一些重點 放在法律裡 希望可以幫大家去理解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一件事 其實我們很清晰地 在這個原稅裡面寫出來 我們打擊的對象 其實就是那些 是會對版權有人造成 經濟損失 或者是影響 他的作品的潛在市場 或者隔離這些影響 來幫助法庭 就是做了一個合理的裁判 這些加上的元素 都請大家花了一段時間看 如果你們聽完之後 你覺得更不安心 我們嘗試再解釋給你們聽 其實我們是做了一些工夫 是想大家安心的 我再重申一次 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一些作為 無論那些是惡搞 或者其他一些作為 如果它是在版權條例 今天是不跌下去的影響的話 明天它也不會跌下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底線 我們在做這個法律的時候 就是握著這個底線 或者我說到這裡 如果議員有提名 我儘量再解釋 謝謝 謝謝 對不起 現在不是這個時間 我希望你能夠下去 請客 謝謝 謝謝 謝謝